下周一就是端午節了 家家戶戶都包起了粽子 而在端午節的前夕 各里也都开始举办一系列的庆祝活动 而在石门区 民众与粽子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肉粽更是在地居民常做的小吃 为此石门区副机里长 更是在每年都会举办妈妈包粽子比赛 而今天在副机里活动中心 一群婆婆妈妈们利落的动作 比谁最先包完一串肉粽 现场更是有不少高龄的阿公阿嬷 都来小事身手 端午节是我们三大节庆之一 那是大家都非常重视这个节庆 尤其是吃粽子是一定要的 所以我们在户肌还有老梅里 我们分别办包粽子比赛 还有包粽子教学 一方面可以让民众感受到 这个年节的气氛 一方面呢 那民众来做包粽子的一个教学 一个体验 然后大家可以多一个互动 这也是一般的民宿 我这里妈妈 有一些少年人也不想包 来这里有包 也有冲一个猪瓶 爸爸妈妈爸爸大家比赛 来到心不熟 不错啦 感觉不错 很老爷子啦 好适啊 平常是都有在包吗 每年都有包吗 每年都有在包 有妈妈来这里包 我们家也有在包 除了副机里 石门的老梅里也主办了欢庆端午的活动 特别的是现场不只是包粽 还有由社区发展协会所准备的三千颗养生粽 要来发送给李明 由于健康意识的逐渐提升 现场不少民众都是为了这难得的养生粽而来 它有十种五穀米嘛 就十种 然后就是那个Q度很好 然后味道又很香 越咬进那个味道就会浓郁就会出来 真的很棒 这个养生粽的特色就是说 里面就是有五穀 里面有材料差不多有十种 大大小小的材料 但是做这个其实讲 比我们的那个肉粽的时间上 还有今天那个时间都要更短 所以它的功夫比较重 养生粽对我们身体很好 据了解要吃到这养生粽可是不容易 从被料到制作更是费工 而社区发展协会表示 一年一次的端午佳节 一定要让李明师的健康安心无负担 也希望透过佳节前的相聚连衣 不但是让扑扑猫猫们展现精湛的包纵手艺 也借此增加街坊邻居彼此的情感 记者许端一料品行十门三方报道